小焦挺能跑啊 啊 滚呐 就就就就你你帮帮我 你混哪的 這條街都是我的 你混哪了 幼嵐院 哦哦哦謝謝天先生 路過開車送他回家 天快亮 謝謝先生 謝謝 開車 天快亮了時間 先送他吧 哦 少爺第一次睡這麼久啊 要不 我不用 哦 我睡多久了 兩個小時了 不好意思啊 哦 我沒事 那個 哦 哦 哦沒事沒事沒事 呃 謝謝啊 嗯 哎 嗯 你頭髮還挺小嗎 啊 哦哦 哦 嗯 一夜未归 你可真长本事了你 肯定又不知道去哪鬼混了呗 婉婉呀 今天就要出嫁了 你快准备一下呀 我不想嫁到王家 恰不嫁 可不是由你说了算你 夏希婉 你最好认清楚自己的身份 要不是需要你替嫁 谁会让你回来 你别忘了 你九岁就害死了自己的亲妈 十岁还害死了爷爷 怎么了 父母嫁 等你嫁给王总 看你还在我面前生气生 狗叫的到底乖的 什么 一个亿呀 妈 啊 银群的车队已经到下面了 哈哈哈 王家 不愧是豪门 不是王家 是佑兰月 佑兰月 不是那个必有样子吗 婉婉呀 是爱家谁家 婉婉 只要你进口答应 嫁到佑兰月 请留下的遗物 我就还给你 您在这儿稍微等下吗 您在这儿稍微等些哈 你回去吧 我白天不方便出门 听懂的 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幽兰院的人了 你就是幽兰院的主人 不然呢 你是不是快死了 我不知道 那你 还有别的问题吗 好 把婚纱 啊 把婚纱堵了 啊 老太太 我们这样偷听了 少也发现 满意了吗 你们好好休息啊 去去去去 嗯 挺小的吧 你干啥 啊 啊 啊 嗯 那你不可以啊 我拉走啊 你怎麼了 啊出去出去 啊我不想伤害你 快出去 快 顾先生我可以找你 出去 顾先生 顾先生 顾先生我已经可以找你 我的妈呀 ac.com 校园 夏小姐九岁 就被丢到乡下了 当地的小孩都乞了 都骂她 每天来骂她孩子 这是她的资料 姥姥 这些年男威女了 这么多年都过来了 挺好 你可能不喜欢小婉 她才能治好你的病 你可能不喜欢小婉 要想根治你的病 两个人必须真心相爱 奶奶 你真相信这些吗 我的命可能早就注定好了 谢谢 我们俩还有一套新的 来 这位帅哥 不用看了 我跟你们张总已经交代过了 帅哥 你人长得真帅 就是眼神差了点 我看着 那么像瘦楼小姐 不好意思了 我认错人了你是 那个 过来 我跟张总交代过了 我是来买楼王的 楼王 他要买楼王 干嘛用来泡妞啊 泡得起吗 买得起吗 我实际有限啊刷卡 有钱吗 要是刷得出来 我道理直想 哈哈哈 刷不刷 快刷 帅哥 你真这么喜欢龙王啊 我那有一套 你要不 我 跟我一块 跟我一块 过年啊 心这么大理 有段时间没见 变礼貌了 下西晚 你怎么在这 这个时间 你不是应该在幽兰院 陪着你那个快死的老公 你这么久 下西晚 看来 你是在用你快死老公的钱 包养小白俩啊 谁呀 签奏啊 建福 我这就告诉爸妈 这就是你那个妹啊 什么东西啊 爸 哥 少少 刚才是一个小小的误会 你就当我是放个屁啊 哈哈哈 小小不想怕 以后说话没说那么满 哎 走了 哎 您和嫂子慢走 24小时随叫随到啊老板 下次再来 哈哈哈 挺讨人喜欢的 嗯 蛋糕吃点啊 挺好吃的 你别叫他吃了 他从来不吃甜食 嗯 我挺好吃的 我挺好吃的 你俩聊挺高兴 继续聊 他这 什么意思啊 奶奶 里面那位是 这是南渊先生 他每个月来一次 看看他的情况怎么样 会没事的 先生 他情况怎么样 陆绍现在 极其虚弱 精神的肉体 正遭受了双重残务 我的催眠疗法 对他 已经没有任何处理了 那 那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我先走了 今晚 就让他好好休息吧 我先走了 路上 得的是一种极其含金的病症 绝对不能暴露在阴光下 麻烦你今天到客房睡吧 我可以治好你 南渊先生说我的病情恶化 需要一个人待着 然后 你怎么治好我 如果你不出现的话 可能我的病情不会恶化 所以请你出去 不要让我再说一遍 你再说一遍 嗯 你 你是不是觉得我不会伤害你 你想家暴我 来吧 你可以睡着 但是 请你跟我保持一定的距离 我不是说让你跟我保持一定的距离吗 好 我没跟你开玩笑 我心情真的很烦躁 很烦啊 那咬人 我咬你啊 我咬你啊 你要是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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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啊 我啊 你啊 我啊 我啊 你啊 I'm re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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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 下溪碗那個賤人 那結了婚圈還敢在外面包養小白臉 咱們可不能讓她這麼得意 我本來就沒打算放過她 你等著 我這就找你爸去 讓你咬我 我咬死你呢 哎 怎么说 起晚 明天晚上 我们下家有笔大生意 需要你去谈 194998 晚上8点 你准时去见王总 你那个丈夫活不了多久了 等王总的事情解决了 爸 再给你找一家好的家 不是说 不是说 上我的家在这里 咱们就没有关系了吗 咱们按合同本事 你不想要用心的礼物了 下西晚 我看你这次怎么逃 少爷 大喜事啊 老太太一直睡眠不好 今天居然睡到 中午才起 多亏了少奶奶针就我 他原来在哪儿 少奶奶说处理点事 具体在哪儿没说 哦 哎 这脖子 呃 哦 没事 我下去了 二哥 我在老地方等你啊 哎 别呀二哥 你都多久没出来玩了 干嘛 娶个媳妇变七块钱了是吧 老太三个 我 таких 你看你这我太欣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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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嘿 老大 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是新来的头牌 这小音 感性 deber 跟你留大 Х 干嘛嘛 你不会喜欢 男子吧 那么 难怪老夫人跟我说让我离你远点 你们两个都出去 走走走我们玩我们玩 老大他怎么来了 好好伺候王总 这次投资对象是很重要 别说话呀 我先去洗个澡 咱们时间多睡 对对对还是没你啊 想的周到 快去快去快去 等我 你为什么 我会在这里 我帮你解决的 那我 我有计划 什么计划 看什么 你运给你的 小美啊 你怎么那么慢呢 要不要我进来跟你一起约约 都要跟你洗个澡约 哄你 你哄急什么呀 你哄急什么呀 一会儿像新花样 啊 嗯 小美人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要不要紧啊 我不小心摔了一跤 啊 小美人啊 你怎么了 我先下心 喝了一下 我呗 你给你洗多不了啊 才能跟你洗洗 原样一口 你猴急什么呀 担心吧 快去床上等着 快点 等我一下啊 快点 想兴会 快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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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 你也老实点啊 好好看戏 怎么不来啦 玩事啊 这么快贵才信呢 又耍什么花样 不信的话 你可以进去看看 汪总 怎么了这是 你 孙副 这点事情都办不好 你怎么和王总睡到床上去了 老爷 都是假的 什么都没发生 冰嘴了你 现在没提案我给压下去了 这点事情你解决不了 你给我滚出下架 我是被陷害的了 你要相信我 你要相信我 你到底还有多久到 进电梯了 喂喂 假西娃 你这个小奸人 敢这么陷害我 你让夏家的脸面何在 那是你自作自受 我还在追忆你 你才等你那个狗男人吧 我告诉你 你等不到了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啊 我派斥的人啊 现在今天你就把他给废了 留着你这条贱命 因为你对夏家还有点用 他就没那么好命了 谁让你惹到我了 你 怎么样啊 想动手啊 你忘了我小时候怎么教育你的是吧 想我再教育你一遍是不是 我警告你 如果你再敢惹事 就给你妈一个下场 打了我手都疼 跟你那个贱妈妈 你不要贱 哼 李玉兰 你干嘛你 你干嘛你 你别忘了 你还在我手里呢 你不要了 你想干什么你 你放心 你只是 我相信你会喜欢的 啊 好好享受 小白心 哎呀 你给我做了什么 下次玩 你们小贱人 给我回来 你 你 你到底在哪 回头 你有没有伤 啊 有没有哪伤着了 我看看 我真不愧是一首 很多人还挺多 这些歌会出来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记得了 嗯 莲莲 还得是你 这次热搜的事 多谢你啊 等你回国 请你吃饭 咱俩什么交情 你还跟我客气 不过 晚晚 你们家那个 那一方面行不行啊 你胡说什么呢 我们俩其实 什么都没 回来了 给谁发现行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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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肯定有事 别别 这边也没事 你们家那个 那一方面行不行啊 行不行啊 这个 你又发来一条 我听着 我的 我不聊 晚晚 我的好晚晚 你就告诉我呗 他的腰到底 细不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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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他说 你们聊的挺开的 ощ Bi sorrow 你懂吗 你先ängt 我先给我洗 jako 我先 blessings 洗澡 干什么呀 洗澡不就正常洗澡吗 你想什么了 你是不是想什么了 我我我什么都我这什么东西 就是把你一个人留家里 那你再买一块钱 最好你可以不要信心 我信了 你怎么没事吧 没事 不是你没事你喊什么呀 我没喊啊 我刚在外面 你有病啊 你骂我干嘛 不是你帮我把这个西服脱下来 这西服太硬了 我这个手又弯不了 啊 怎么了 那我先出去了 啊 你摸一下没人息不息 我我我 我希望 你手不平 你 爸 怎么了 喂 西婉啊我是爸爸 没打扰你休息吧 有事说事 啊 呃过两天呢是小爹的生日 我呢在地豪啊 他办了个生日宴会 你呢是夏家人 也是他姐姐 要我准时来啊 我去 西婉 别忘了我们的约定 今天呢是你阿姨做的不对 要让他当面给你道歉 我会准时的 你包包拿了 我在下面拿 这么巧啊帅哥 在这儿 杰克啊 你在这儿上班啊 穿得跟个青蛙似的 还这么幽默 接客嘛 接谁都不是接 我今天生日正好欠一个男伴 要不要考虑一下 你这是多钱 包你一天绰绰有余 你这是多钱啊 五十万 这位女士 给我五十万要包养我 一天 怎么哪都有你啊 你还真是不客气啊 一个亿 这么造的 有些人就是这样 突然有钱了 不知道该怎么花了 全惯了 哎 你还需要花钱 还在 我不用花钱 哎呀 这是我男人 你想辟齿呢 你才想辟齿呢 你别忘了 你已经结过婚了 啊 我也好心提醒你啊 他是结了婚了 结婚怎么样 我就喜欢结过婚了 你咬我呀 真不愧是狗男 哎 这片子 出门系的搭把伞啊 晒得却黑 哈哈 假笑笑 看不出来啊 挺会怼 你刚才也挺霸气的 那我先上去了 等我回来啊 哎 你别真把我当小半脸了 把事情都解决掉 你可以的 下西晚 出席 哎呦 这不是下西晚吗 要不是小蝶邀请你 你配来这么高档的地方吗 你给我站住 也不知道 你给那个小白脸 灌了多少活 把他迷得团团转 竟敢拒绝我们家小蝶 你看上的男人 我能跟你一样 没眼光 你谁啊 你 你给我站住 你这身上穿的 金棉米兰时装肉走秀款 对你也配 哦 知道 是你家那个病得快死的老 哎 说话注意一点哦 我这件裙子确实挺好看的 我家里还有好多件 你要是喜欢的话 不如来我家里好好的 参观一下 下西晚 你就是一个被包养的 你还包养了别人 你拽什么拽啊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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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晚啊 之前啊 阿姨有不对的地方 阿姨向你道歉 道歉就不必了 我也不需要 晚晚 阿姨都已经这样了 你不懂事了 啊 我不懂事 你怎么不问她做了什么 下西晚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爸妈都已经这么低三下肆地求你了 你别不知好歹 谁不知好歹 小蝶 你怎么跟姐姐说话呢 啊 就她 也配当我姐姐 我就是一个 什么 今天是你生日 大伙都看着呢 别闹得不愉快 记住 今天我就让着你 晚晚啊 阿姨最近啊 阿姨吃了不少碗 帮帮她吧 啊 晚晚啊 阿姨求求你 以前都是阿姨的错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爸爸阿姨制止好不好 阿姨求求你了 下西晚你还在愣什么 你还不赶紧给妈的腿治好 是 我是可以治的 不过呢 我有一个条件 把我妈东西给我 而且我跟夏家 从今以后一刀两断 下西晚你别给脸不要脸 之前是我们说好的 你不答应就算了 哇 我答应你 爸 爸 我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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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我能走了 太好了 妈你好了 太好了 你一手真高明啊 哈哈 就是个贱丫头 我的腿 下西晚 原來是你害的我 你不愧是你那個賤人罵的好女兒 天生的賤人 你放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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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睡風了怎麼了 你說錯了嗎 我就是你爬上王先生 你放開我 放開我 你瘋了吧他 夏其文 你幹什麼呀 啊都是一家人嗎 有話好好說呀 一家人 你們把我送到鄉下 原來看我一眼 當我是一家人 你們把我賣到幽蘭院 在家裡數錢想著買鑽石買包包的時候 你們想過我是一家人 把我送到王總床上當玩過的時候 想過我是一家人嗎 想過我是一家人嗎 你們屁股 好像是 哎 哎你竟然勾引我老婆你 你竟然是我呀 你活 活 王總太太 哎哎 你先不要動手 肯定有什麼誤會 你還敢來我嗎 夏家是不想跟我們王家合作了嗎 嗯 不不不不 啊 王總夫人 哎呀 王總夫人別鬧了 哎 好了 別鬧了 哎 今天受委屈了 沒有啊 您受委屈 你現在是我的人嗎 咱們兩個聚能約一起承擔 我 可以自己去 謝謝你 謝謝你 要不是你的話 我可能做不出這樣的事情 要不是你的話 我以後都不知道怎麼活的 謝謝你 我可以給你一切 你給我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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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好你是 你是 你嫁給郵來院那個冰陽子 就不認識我了 蘇西 我們已經分手了 而且我已經結婚了 沒事我先逛了 你別著急 今天晚上到8206房間來了 你是不是腦子有病啊 有病你去看醫生 你找我幹什麼 你不是想知道你媽的死因嗎 我找到一個你感興趣的人 記得準時到 喂 蘇西 喂 你說清楚 喂 我跟你說 喂 陸總不在 陸總在洗澡呢 陸總不在 陸總在洗澡呢 你幹嘛呢 陸總 我在整理你的緊急文件 誰要你進書房的 陸總不在洗澡呢 陸總可以集中 對我們有親自的 他們報道 什么事 林沈 是我还问小姐吗 问我 我是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想带她走啊 可也想先陪陪我 你有病啊 快走 你干什么 啊 啊 啊 你不知道 你们混小 不是 林沈哎呀 林沈 林沈是你本来就不好 啊都带走 我妈妈对你像亲生儿子 你会放天天的 孙琪你疯了 要是他说什么意外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孙大 但是你先陪陪我 你 我 哎 哎 走开 你能逃我了 你能逃我了 我来帮你好不好 你看你 好几的衣服都没有脱 你就是这么帮别的男人 偷衣服的对吧 没有 这是我的 第一次 你觉得你这种小动作能骗得到我吗 是没骗过 我本来没想伤害 但是你为什么要记得我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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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你他妈谁呀 我是他男人 可不可以要下戏吧 再往后你放心起 看待会儿就跟这人一样的人在一块 他的人呐 我进来 大哥 拳头解决掉了 我不管你是谁 不管你们以前怎么样 但是以后你要是再敢欺负他 我就弄死你 今天给他好好上一课 谢谢 临时已经送医院了 今天的事 谢谢啊 来 我给你出席长谈一下 谈是吗 咱们两个是你家人 我之前跟你说的话 你是不是都忘了 这事 我想自己解决 不想麻烦你 为什么你不想麻烦我 我觉得我自己可以应付得过来 你是女的 我是男的 你应付不了的 我帮你应付 这不是很合情合理吗 我给你打个电话 是一个女的接的 她说你在洗澡 陆总 我在整理你的几只文件 那你觉得我那天是在洗澡吗 我 我不知道 你认识我这么久了 你相信我吗 那天没有接到你的电话 是我不对 对不起啊 有什么事情你就跟我说 我不想让你说一点委屈 嗯 我我我突然有点急事 你踩着你尾巴了 我 是 陆安婷 哎 那个 没纸了 不不是 这是我 我来事了 你能帮我买点 一把筋吗 我 你不是一个人行吗 你现在知道求我了 我 我求你 不能 你不是想自己处理吗 那你就自己出移一下 哎哎哎哎哎哎哎 这什么呀 你不知道背胸筋吗 这么多 你买的 用人买的 先生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没有没什么 那个420是是什么 哦先生您是给女朋友挑卫生巾是吧 对对对对 哦推荐你用这一款 全包了吧 那你喘气喘这么厉害 我没喘呀 来把这红豆去喝了 你要的 用人我的 哦 这用人挺贴心倒是 嗯 一会出来我做的比什么啊 你知道我揉哪吗你就揉 我知道用人叫的 嗯你这用人 哦 嗯 你这用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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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好点了吗 好多了 没什么大碍 那就好 万万长大了 小姐要是看到你长大成人的样子 她得多欣慰啊 对了黎晨 你知道当年 害死我妈的到底是谁吗 林婶 林婶 是她 她来了 林婶 你冷静一点 你冷静一点 我找小姐了 你冷静一点 她又被小姐 我是王 林婶 林婶 你看着 别害怕 是王 李玉兰 交接林四前 见过她 他们见过 我知道了 别再想这些事了 你先好好休息休息 现在情况怎么样 患者的情况很糟糕 不过我们警察发现 他体内残留了一种药物 能够保持他心脏不衰竭 让我 整个海城 能让一个年迈的人 虚拟这么久 这样的艺术 只会是妈妈 是她给林婶用的吗 你去盯着厨房 准备一些水果和点心 擦干净啊 不要有灰尘 好吧 少奶奶 您什么时候不来的呀 我不该这个时候回来吗 啊可以可以可以 今天什么日子啊 打扫这么干净 少爷分母说 今天有贵客来 贵客 那他怎么没和我说呢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我先忙了啊 哎好 来 启特 我当那个自己家一样 随便坐 回来了 来 启特 我当那个自己家一样 随便坐 回来了 华容 公司新来的总监 你好 下洗碗 怎么样 裙子我给他挑的 漂亮吗 漂亮 你站远点看 来 看他腿 他腿漂亮 是挺好看 但是你的手 把剃个伞呢 就放在原来的位置就好了 是挺好看的啊 嗯 是挺好看的啊 随便坐 你哄哄哄哄哄 你那杠上的都 我今天不玩不玩了 杠杠杠 杠什么杠 我我我问你啊 你们俩现在感情怎么样 挺好的 有没有那个真的是真心相爱的那个感觉 我真心啊 他 不知道 奶奶给你启一吵 我跟你说 大家动筷子 变菜变饭 来 吃吧吃吧 来 华容吃 买买 华容啊 他在这个公司呢 能力特好 而且人长得也漂亮 很多公司大的项目呢 全部都是他谈下来的 年轻有为 给他辛苦的最近 真的 多吃点啊 谢谢韩婷 你也多吃点 你饿瘦了 那我可心疼了 奶奶也多吃一点 奶奶之前在公司吧 都是我一个人操劳 华容来了以后 帮我分担了很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公司嘛 后也不能光指着我一个人 不能后继无人嘛 哎呀 奶奶啊 就点着早点包 冲孙子呢 说的人家都不好意思了 个厨房那个汤啊 我不知道怎么样了烧的 我去看看啊 你们慢慢吃 又韩婷 你还没介绍 这位姐姐是谁呀 怎么一个人跟吃了枪药似的 这位是 女佣 一个女佣脾气还这么大 奶奶都去端菜了 你还坐着干啥 我去端菜 少爷 你慢慢吃 一会晚点啊 有个重要的文件需要你签署 你看这天色啊已经不早了 不如就留下来吧 留下来 可不得留下来吗 那么多文件 我得仔细看看吧 哎呀 怎么跟着汤底这么不小心啊 真的是 你去处理一下 桌子上的东西吧 这个狗男人 还知道送药过来 你要来干什么 是我没事吧 没事就去给我买两盒小绿色 我今晚要用 这是你的意思 还是陆寒婷的意思 这是两情相悦的意思 全年人之间 你不会连这个都不懂吧 我还真很不懂 不如 华人文小姐 教教我 干什么呀 奶奶 要不我进去看看吗 慢住 华人文小姐 教教我 干什么呀 我真不懂啊 哎呀 好了 我交代的东西 你都听懂了吧 快去买吧 好 买 但你放心 你什么意思 而且不管你怎么做 你都不会进了陆家的门 你是个小贱人 你为什么欺负人家呀 人家做错了什么 这怎么还打起来了 韩丁哥哥 你可要帮我呀 他一下翻身 他欺负我 你没事吧 韩丁哥哥我没事啊 你还是先关心他吧 韩丁哥哥 你一定要帮我 他打了我 我打你 哎那你怎么不说 刚刚你让我买 卖 你自己能站起来吗 哦我站不起来 要不你 你帮我 那你再坐会儿啊 对不起老婆 老婆 你说啥呢 她是你老婆 她不是吓人吗 我没说她是我吓人 你就是我老婆 什么意思呀 你们俩何时回来刷我 是个病 吹死我了 都是我的错 这是奶奶嘛 她就想着说 这个我们演一出戏 就试探一下你的那种感觉 我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 然后呢 什么感觉 说白了就老人家他想抱孙子嘛 想抱孙子好啊 人没走远了 去追吧 追啊 奶奶对你怎么样 你自己心里还没数吗 她就希望咱们两个就加快这个劲力 所以就这么想 她也没什么坏心思 把我夹到中间我也挺难的 刚在外面我担心死了 你告诉我说别着急 你肯定能什么那种打胜仗之类的那种感觉 别生气了 谁生气了 手还扯不到了 对不起 但我也挺想知道的 洗不洗慌慌 是真心的吗 我 韩婷啊 韩婷啊 行行行行 去去去去去去 来喽奶奶 怎么样 没输吧 奶奶 咱们不要再讨论这个输不输的问题了 你这戏眼的现在 生气了都不好收场了 去去去 富伯把你汤拿来 来 喝了它 这什么汤我不喝 我是你奶奶我还能害你 喝 我看着你喝 来 睡觉去 睡觉 睡觉去 哎呀 奶奶你给我整的好乱 不要再演戏了 好 老夫人 要是少爷知道这汤里边 你放心 有什么事我担着 走 走 走 要完了 要什么呢 就是要发现这汤匙 你那开后面了 没开啊 热 热 我刚喜欢咋的剧题了 你又有点烫啊 烫 我看看 你好像有点发烧了 发烧了吗 嗯 我 我 我 这 这 就算我逼你 我不能控制你的 气 就是说 发烧的时候 回事没劲了 你们感觉我真的有劲了 感觉好像省什么 我也说不上来 刚奶奶给我喝了个汤之后 我就特别热 汤 我 我帮你 我帮你 喂哎哥哎 我这一想你就肯定在嗯 一叨叨打电话 干嘛哎没事我我跟那个小爹结婚嘛想着邀请晚晚还要还要您一块一块来参加一下 你们俩真配啊 那我们俩肯定去 去什么呀 他订婚 订婚 跟你妹 妹 我刚刚怎么穿衬衣睡的 穿衬衣睡有什么奇怪的我不还穿着睡 我刚刚想起来了 我现在还有点热 我怎么这么热呀 我女儿啊可真漂亮难怪苏绍对你心塌地 有了苏家的注资 咱们夏家的公司啊 肯定可以渡过难关了 你爸一定很开心了 我一定要慢慢失望 我知道 我随了礼就回去 怎么这么念 哎不是 老朋友 我今天结婚聊聊呗 你想聊啊 正好他也想跟你聊聊 谁啊 喂谁啊 哎哥 不是门口碰见的 怎么会怎么会都不敢不敢 啊啊啊 你赶紧来啊 等你啊 两个人挺开心的啊 你是不是因为我要跟夏宗爹结婚 你不高兴啊 你 你照过镜子没有啊 我照不照镜子也比你家里病秧子强的 那你有那病秧子你外边还保养 我怎么跟他们比不了啊 其实我本来不想跟你说的 但是 他 家暴我 他 家暴我 家暴啊 他不仅家暴我 他还玩女人 他到这样了 他还玩女人 他一边家暴我一边玩女人 哈 对不起 我真的不想告诉你这些 我今天也真的没认错 小西娃 我没事你别发啊 我保护你 手扎开 不是你干嘛呀 我没使劲啊 苏西哥哥 今天可是我们两个的订婚日子 苏西哥哥 你真的要跟小蝶妹妹结婚吗 嗯 你能玩你能玩你 你能玩 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吗 我倒是 我 我说的当然都是 假的啦 真不照镜子 傻子 呃今天呢 是我们小女和苏绍订婚的大喜日子啊 欢迎大家光临 哈哈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 哥哥 你别这样 讨厌 你真坏 怎么回事 苏西哥哥 等我解释 你不是我不是我 是换脸是换脸 你相信 其实这婚我就不结了 还有给你们家的钱全都给我还不去 啊 哎 苏西哥哥 苏西哥哥 我不是这样的人 我做不出这种事 你先先先先 你想歇完 是你干的吧 你嫁给幽兰月 包养小白脸 你还把他睡往我身上火 你就是个贱人 下来你就没一个感觉 哎 我跟他们下家 很没有任何关系 可是你可能我不是这样的人 他 是他 他十几岁的时候就跟男人龙龙抱抱 你亲眼看见的你都忘了吗 果然是内心龙龙的人 看什么龙龙 我当时是为了救他 你不要不抱着他 他可就没命了 你少别讲话了 你就跟你那个尖尔满眼不要脸 你就跟你那个尖尔满眼不要脸 那是刚刚你看他 哎不不不不 不不不 为什么才对你这人我好 你别唱 跟他治什么气啊 之前的事确实是对你有些误会 给你道个歉 都过去了 哎不是 你看今天的日子也好 大家都在是吧 你答应我 坐在一起 你这样一看也就这种人 对啊 怎么也就这种心 我结婚了 我知道 不是那个性我也喜欢 哎你是不是脑死有病 哎不是你就给我个机会 什么机会啊 哎哥 哎哥你怎么才来呢 不是才来啊全程都在 视频的事也挺丢人的 你这分还能解 赶紧走吧 那我去分下车啊 那个霍希泽应该停车 他马上就到了 霍希泽来啊 给你那招待一下 我去看看他 我看看他 宋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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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谁啊你啊 爸妈 他就是下西晚 保养的那个小白脸 下西晚 你还有没有良心啊 夏家都要垮了 还有心思不养小白脸 你闭嘴 婉婉啊 幽兰月那个也没几天了 咱们一起想办法让他早点死 那是不是如果要是他死了 我们两个就合理合法的 对 只要幽兰月那个死了 你就可以上位了 嗯 哈哈哈 那我想想办法 好 哈哈哈哈 哈哈那我怎么办 我等一下 怎么了伤人事啊 你说 就是怎么处理刘兰院那个人 完了 那通电话没挂断 你打算怎么整死他 我怎么舍他 你说女生在外面 你又说我不行 又说我塑造一个 家暴男的角色 这样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我那不是在演戏呢 你说那怪人 那我今天就拍你演一个 家暴男的角色 你你干什么 我家暴 家暴 我证明一下我自己 啊我不用证明 我觉得你这方面挺好的 这方面不能觉得呀 得实践一下 到底行不行 你试试就知道了 我错了 你错了 你 那是错了 光 我 你是不是病好了 你是不是病好了 你是不是真心喜欢我呀 我 那我们做这些事 不是顺理成长吗 嗯 哎我可什么都没看到啊 继续继续 奶奶奶 我不是你想的那样 嗯 走了 我给你们门反锁了啊 没人来打扰 我别的宝尿 我换换衣服 爸 妈 这个四季哥是真的不要我了 我该怎么办呀 哭哭哭哭哭哭 就知道哭 没用的东西 下家瀕临破产 你还在惦记男人啊 我跟你联系到国外的学校 你明天就给我处罚 我不去 你觉得我是在跟你商量吗 爸 我回来了 姐 公司的事情我大概了解了 钱的事情不用担心 我有办法 陆总 好久不见 什么事 你还记得七年前答应我的三个约定吗 现在下市瀕临破产 我需要一笔钱 你要多少 十二个亿 好 我知道了 下西晚 这一次 我要让你下地狱 晚晚 没有没有了 晚安 来来来 赶紧坐 还有吃点什么 你别管这个了 晚晚我跟你讲 夏爷爷回来了 你知道吗 夏爷爷 热搜都爆了 你快看 陆氏 注资下市一聊 整整十二夜 十二夜 我听说 三年前也是这位陆总送他出国 现在又用十二夜 引他回国 这位陆总 可真是吃起了 哈哈哈哈 吃起 吃起 这是谁啊 晚晚 哎 玲玲 那你知道那位陆氏总裁 他叫什么东西呢 他叫陆寒婷 哦 陆寒婷啊 这么巧 你看他在外面傻道个人没 他也是陆寒婷 你觉得被夏爷爷直接偷家了呀 所以 我要去富贞加风了 争死 然后 来了 好了 说吧 说什么呀 十二夜送出国 你怎么真是个大痴情种 我送他出国 给他十二亿这件事 对 试着你有这么认识 但是痴情这件事呢 我只对你 那你是个大痴情种 这都是认识你之前的事情 我答应他三件事 那第一件就是送出国 第二件就是十二亿 那第三件呢 他要是让你跟我离婚 娶他 你怎么办 脑洞也太大了 不可能 不可能 我了解他 你还了解他 不是不是 我跟他其实也不熟 没见过几面 对不起 我们两个结婚了 我确实这些事该跟你商量 但确实是认识你之前 发生的事情 以后什么时候都跟你商量 别生气了 你要还生气 要不在那打一下 你怕你能问我 几分 喂 好 我知道了 马上过来 临婶情况怎么样了 情况没什么大碍 但是 他跟我说 我妈里有东西在树木研究院 我想取回来 我陪你一起取 不用 我想 自己取回来 夏西婉 你怎么在这里 研究院可不是谁都能来的地方 我这就带你出去 在闹什么 还有没有规矩了 周主任 我妹妹她不小心走错了地方 我这就带她出去 哪来的野丫头啊 这研究院也是你随便能出路的地方吗 你好 周主任 我是新人夏西婉 你就是夏西婉 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被秘密入职 但在研究院这个地方 要是没有真才实学 你也要随时做好滚蛋的准备 我知道 晚晚 欢迎你来研究院 喂 晚晚 一切顺利吗 你妈妈给你留了一个箱子 放在树木研究院 那个箱子很重要 你必须要去拿回来 当然顺利了 只不过东西的下落 我还不知道 只有熟悉了环境在说 你太棒了 晚晚 一定要庆祝一下 今晚皇冠KTV 我在这等你 不见不散 记得带上你家陆先生 嗯 没问题 谁啊 欢迎来到卡拉OK 怎么喝这么多 你这项链挺好看的 这可是陆总 今天晚上做个爷爷呢 陆总 晚晚 你还不认识陆总吧 以后我介绍你不认识 你们两个不认识也正常 陆总也不是什么样 都可以认识的 哈哈哈哈 我们是不认识 但我知道 他屁股挺强的 对呀 嘴也挺长的 这么多年不见 你说话还是这么的口无遮掩 我 口无遮掩 人理要来告诉他 我们晚晚不光认识陆总 而且陆总还是我们晚晚养的小白点 你们两个疯了吧 女孩子嘛 喝多了饭饭花吃也正常 我就是饭饭花吃 我就是喜欢他的小屁股小城堡 我一看见他我就情难 还挺你来的 我就知道你要给我惊喜 晚晚这位是陆总 陆总你好 你怎么喝这么多啊 我不能喝这么多了 陆总 我妹妹她喝多了 我这就带她回去了 走 哎呀不要 人家要陆总带我回家 好不好 我喝多啊 陆总怎么会带你回家呢 我再让我去 哦 汉婷啊 你放开 对了爷爷姐 谢谢你介绍陆总跟我认识啊 你人真好 拜拜 哎呦 爷爷 他们是怎么回事 你瞎吗 他们说他勾引了陆汉婷吗 我觉得不像啊 陆总喜欢的好像是下西碗 下西碗喝多了 你也喝多了吗 不会 苏西吗 我有比焦一下给你谈 嗯 到家了 嗯 嗯 天天天 你喜不喜早 嗯 我不行 不行你就直接睡吧 哎呀 你跟树兰一样 嗯 一起下 你会多了 早点睡觉吧 你最近真的 你最近真的 对劲 你睡不睡 你到底怎么 多少 目前来看 你的精神情况 还是很不稳定 谁死 可能会发病 你睡不睡 说了我不睡 你到底怎么 我没事 快睡觉 哎 要么睡觉 要么你就去洗澡 好吧 嗯 你要是不告诉我 我不会放你 我就是害怕我伤害到你了 是不是 啥 我 我都不怕 你怕什么 我只害怕你不要 我害怕我死了 不知道你该怎么办 我死了 不会 不会 你相信我 我行 醒了 素贤 你想干什么 想幹什麼 這不是想幹什麼就幹什麼 哎算 不好啊跟你說 那個人馬上就到了 我告訴你小姐 就是因為你繳還我的婚 我們家現在被改出了海城 我爸氣得腦梗發作在醫院裡躺 你還真想跟夏小姐結婚啊 你不怕頭上戴綠帽啊 你不是喜歡給人家放視頻嗎 給你了 你不說 放開放開 哎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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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摔我 快 怎麼在外面啊 啊 為什麼 白哥 別別別別別 別別別別別別 哎我來我來我 不是不是我不是這個 哈哈哈哈哈哈 不賴我 是他姐 是他姐給我說的呀 我要痛痛痛 你不痛痛 你不痛痛痛 道歉 我錯了 啊對不起 我不接受 哥他不接受 嫂子不接受把他廢了 好 不是你誰呀哎呀我 啊啊啊 嗯 大哥 哎哎大哥哎大哥 不哭了 對不起 都怪你沒有把握了我 啊你幹什麼 你不是難過或者不舒服的時候咬一口給你轉移出一個力嗎你叫我 哼 咬的這麼狠 嗯 有什麼事兒嗎 你試試這個 謝謝啊 哎 那個 貓妹問一下 您知道 曼陀羅花嗎 啊沒什麼 我就是想想問問她的下落 我就是想問問她的下落 曼陀羅花 毒性很強 會導致人神經錯亂 屬於全球的稀缺品種 你問我 你問奶奶媽呀 你怎麼一個人回來的 小兩口吵架 你哄哄他不就得了嗎 你個臭小子 過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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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認吶 玩玩一個孫媳婦 奶奶 我這個病啊 南院先生都治不好 你指望他能治好 以後我萬一要是走了 他怎麼辦呀 這 儘早放了好得了 你說的這是什麼話呀 只有他呀 能治好你的病 南院先生都治不好 他怎麼治呀 你這不 我不跟你說了 我就去公司了 老夫人 帝都夫人打來的 你慌什麼慌 媽 能不能把子憲的訂婚信物還我 我説啊 是你有毛病 還是我有毛病啊啊 我這麼大人了 我去偷子憲的定情信物 媽 您就是借我十個膽 我也不敢啊 只是沒有信物 我們上哪兒去找子憲的未婚妻 沒什麼事我掛了啊 看什麼看 自己家還什麼偷不偷的 去 顏顏 你臉色這麼差 是不是哪裡不舒服呀 爸 夏希婉嫁入遊覽院那麼久 那個女婿你見過嗎 那地方不吉利 咱們就要好好的 處什麼眉頭 這一趟您得去 她日子過得太舒淡了 是時候讓她下來了 顏顏 你這麼聰明 有的是法子對付夏希婉 你幹嘛讓你爸去嗎 你猜 夏希婉勾引陸總 幼蘭院那位知道嗎 老太太 是奶奶的父母到了 說想見一見少爺 真是無事不登三寶殿的 你去吧 有什麼事我擔著 老爺 這都等了大半天了 天都黑了 連杯茶水都沒有 這幼蘭院 什麼意思 不好意思 麻煩得總總 真大你的狗眼 給我看清楚了 我可是你們主人的丈母娘 這都等了多久了 還敢讓我們等 這幼蘭院啊 也太沒有規矩了 今天啊 說什麼也得讓你們主人了 出來親自見我們 那去吧 呃 哎 您是婉婉的那位 哦 哎呀 這麼多時間沒有來拜訪啊 是我們下家的不是啊 您身體還好吧 啊 那個 我們婉婉呀 你一清 多擔擔著點啊 那個 這麼晚了 也不好意思啊 改天我們再來打擾啊 我 我 看我 太光了包包 简直就是要做奔仇 哎对吧 我让你发个消息 我办事你放心 你心都亏了你 晚晚 你你怎么喝成这样了 是不是事情闹大了 路总跟你分手了 姐文店话别说的这么好听 明明是他不要脸 结婚了还来找路总 现在又喝成这样过的 说什么呀 说话别太过分 你算哪个聪 都来愿了那位都能当他爹了 他不是为了钱是为了什么 哎呀晚晚 其实 你不如就专心讨好优兰人的那一位 至少 以后也是个保障啊 我 哎 说曹操曹操道 那个不就是他老公吗 妹夫啊 晚晚他喝多了 你带他回去休息吧 胡说八道 少奶奶少爷让我过来接你 你 你叫他什么 当然是少奶奶了 我是幽兰院的管家 那他呢 我给他说了 他不能来 嗯 那 新闻上不是说 你是他的老公吗 我也不知道啊 你是不是怕丢人 跟他串动一起来骗人啊 我 你觉得 你刚才不是眼的 陆太太 咱们回家吧 我 你刚才不是眼的 陆太太 你刚才不是眼的 陆太太 你刚才不是眼的 陆太太 老公你来了 你还微信里面 陆太太 陆太太 你一定在跟我开玩笑 对不对 喂喂 你干嘛啊 我没跟你开玩笑 如果你之前不知道的话 那你今天我通知你一生 他是陆太太 不会的 不会的 陆太太 我妹妹他身心放脏 你不要被他青春的样子给骗了 你 你 你到底要干什么你 他是什么呀 我很清楚 不用你告诉我 行了 我们先回家 嗯 陆总 你许诺我的三个承诺 我想好 陈子今天说完了 我要你跟他离婚 娶我 我要你跟他离婚 娶我 我是欠你很厉害 但离婚这件事情 陆寒婷 当初不说你已经死了 是你欠我的 不然也不会给我那十二个鱼 哎 你 陆总 你心里一定有我的东西 哎 你干什么呢 你喝多了吧 随便对给男人容了我抱抱 还说些胡话 我跟你说 我跟他 合法和心 你想做小三我不拦着你 对 你刚刚说的十而已 你打算什么 你要是还不像的话 不是啊 你的竞争情况还是很困难 谁死啊 走吧 这二个鱼只有多话 离婚的事情 我同意 我欠你的还情 会否能让你听见 你刚刚说什么 我欠他了 离婚的事情我同意 我怎么知道那个被烙回事路是怎么开 都怪你啊 都你跟那些破事啊 他们才离婚 要不是看在爷爷的面上啊 我早就把你赶出夏家了 先生我 还不是你 打我 还不是你没能力弄成这样子 都住手 夏熙晚他那个妈不是爱留下这些一点吗 你怎么这么做 只要我帮陆总治好他的影集 他一定会心甘情愿的爱上我 好女儿呀 夏家就交给你了 啊 啊 成啊 这件事啊 也算是有个了解啊 啊 你中毒肉啊 啊 你中毒肉啊 你不要命了 是 我帮你找曼陀罗花是来救人的 不是来看你自杀的 不是 是 他是我老婆的 他特别 是让曼陀罗花来吃掉 那会担心他的身体是在伤不住 所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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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还记不记得我 子歇 哥 放开他 哥 他中毒了 不过我做了处理 应该很快就能行 他怎么会做人呢 你认识吧 他什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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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找他呀 就在哪儿 要吗 我收起来了 收起来了 你怎么那么伤呢 什么都往这里吃 多危险呀 嗯 啊 他是要你们不拦着他呀 他是在给你 他是要你们不拦着他呀 他是要你们不拦着他呀 他是在给你 他是要你们不拦着他呀 需要那么危险的 自己连命都不要了 你这段危险你还有什么事啊 你问我为什么 好了 卫生 你先去忙吧 你回来 他跟他 没问题了吗 他没事了 走吧 你怎么这么傻呀 什么都往这里好 你万一中毒身亡了我怎么办呀 我说了能治好你 就一定能治好你 我还提灵红手 他是在给你 那么危险的就为了你念 你连命都不要了 你知道危险你还何事啊 你问我为什么 对不起 以后不说了 哎呀 我同意 在单位呢 没人 你放两种 异 warn 有没有 你 外 要是 先生 你先好好休息 我先去给你找职班医生 院长 院长 还好遇到了你 院长的病很罕见 整个研究院除了你和我 绝对找不出第三个 能做这种急救治疗的了 救人是我应该的 燕燕 你竟然连青春分屑也会 说完了吗 你救的 是 那你说说你怎么救的 文文 金针分屑你应该不知道啊 你笑什么 我在笑 我不知道 人是我救的 你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 能允许你继研究那已经是特例了 你现在居然还敢说这种大话 我跟你说我忍你很久 赶紧把药给他吃了吧 小英人一会死了 你给他干嘛 他不是说他救的吗 不是让他负责 人死了 这是他的事 文文 我知道我跟陆总的事让你不高兴了 我可以给你道歉了 但院长真的是我救的 你救的 不好 院长又发病了 院长又发病了 前院看你的了 看他的了 怕你真的开始生路了 跟我爸 feelings 我帮你去查 我帮你去查 哎 你這真誰教的 不要跟老婆 你這樣亂渣快出來 夠了再胡說八道就給我滾出研究院去 你絕對 讓開 這怎麼回事不是我不是我 你要幹嘛 你要幹嘛放開 你要不想讓他死的話放開 嗯 謝謝希望 是眼眼救的你啊 我還不清楚嗎 出去 你給我出去 你 你怎麼知道我叫希望 我認識你媽媽 嗯 我查了一下了 你媽媽是前一次的郵件工作 嗯 我查了一下了 後來 找不著了 嗯 嗯 肯定是下正國偏心 肯定是夏聖國偏心 嗯 把這本1點私藏起來 然後給了夏妍妍 嗯 嗯 後來 我還得回夏家一趟 我要轻轻抱抱去勾勾 冲好了 那个你要是回下家的话 我可以陪你一块 你担心吗 那你说 说你爱我 哦我下次一定啊 嗯 嗯 下次启动的时候可以慢一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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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刹车可以如这的消息了 开门 嗯 夏政国 夏政国 嗯 好兴致啊 嗯 别喝了 把我妈的油还我 还给我 让你再说 答应 只要我嫁进云南院 就把东西还给我 我我没有啊 啊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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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问你 东西呢 你干什么 不说是吧 夏政国 你现在说 还有机会 夏西婉 我说你精神过去 你在忙我怎么样 最硬是吧 我最后说三次 三 二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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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长 你找我什么事吗 我有个东西要交给你 这是 这是你妈妈留给你的 希望你能好好保管她 你怎么知道是我 那天你救我时的生法 跟你妈大女 比模一样 院长 谢谢你 我会好好保护她的 我先走了 希望 你跟你妈妈 真的很像 你 你怎么在这啊 这是我家啊 这是我家啊 你家 陆韩婷 我哥 啊 哎 来吧 紫线来来来来 哎哎哎来了 啊 紫线 原来你们认识啊 就不用我倩倩大乔了 呃 奶奶 这位是 按照你跟紫线的关系 你应该叫我一声吗 啊 哎呦 哎呦 我都忘了跟你介绍了 这婉婉呢 是韩婷的妻子 你说她俩这关系来说的话呢 她应该叫你一声妈 西婉 你居然结婚了 哎 哎你来啦 哎韩婷 来来来来 坐坐坐 我这姑娘找到了 你怎么把这个时间都浪费在海城的这个什么研究院这儿 你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呀 我闲的吗 妈 紫线是来找人的 哦 她在找一个医术精量的姑娘 几年前呢 她们俩一起救过人 接下来圆范 所以啊 她们是天作之和的一个 这姑娘找到了 找不着报警啊 找到了 不过她已经结婚了 我吃好了 你们慢慢吃 哎 这海 西婉 你这到陆家不久 恐怕你还不太了解韩婷呢 了解 你问这干什么呀 妈 她们两个人没有感情基础 婚姻不会好 哎呀你你你 就别管那些事了啊 只要她俩幸福就行了 妈 婚姻是需要两个人坦诚的 好了 她俩的这个婚姻呢 还是我亲自给撮合的了 你有意见吗 妈 我不敢有意见 不过有些话 我还是得挑明的说 韩婷 祖祖的事情 你都忘了吗 祖祖的事情 你都忘了吗 我没别的意思 想要希望幸福 就要找一个正常人 过正常人的生活 至于紫荐 我会跟她说 让她放心那个有家属 就是 你不吃饭呀 你 话怎么这么多呢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 西婉 我劝你好好考虑考虑 考虑什么呀 啊 不爱跟你做一块吃饭 话特别多 奶奶要帮讲一下 吃饭都不是你 就你懂 我也是好心 他们发什么火 哎呀 好心也不见得能办好事啊 他们年轻人的事 你就别惨悔了 哎 你别在意她说的话 我没在意啊 我当她说话是放屁了 不是你没在意你 摆着衣服什么处脸 我什么时候白脸了 我都是冲她白的脸 不是 你冲她白脸 你对我发什么火 你找事是吧 我什么时候对我发火了 我就回屋 你把我拽住了 我冲你发火了 我告诉你等以后你老了 你就跟她一样 你别跟着我进了 哎你 你这人真是 哎你刚刚发什么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生日 我一直都记得 学个院吧 学的什么院啊 嗯 不要走 你不告诉我 怎么帮你实践啊 我也有东西要送 对了这个 这个衣服怎么会在这啊 哦 我以前不小心把它遗失了 前几天才把它找回来 怎么 这啊 嗯 所以之前就是你救的我 嗯 嗯 现在可能 能救你第二个 我才能再说一遍 能救我 根本不是要的 真的不是 你甩坏了 这样子 你 你 啊 嗯 啊 嗯 不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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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